接下來要跟各位介紹的是太陽黑子 太陽表面上有些溫度比較低的地方 所以看起來比較暗沉 所以稱為太陽黑子 簡稱黑子 古人就有說過日有金屋 太陽裡面有烏鴉 烏鴉就是太陽黑子 黑黑叫為暗子的地方 那麼太陽黑子的樹木大概11年為週期變化 這個週期變化是只管樹木 不管因為它跟直層有關係 不管N級S級 如果管N級S級就是22年 不是22年 然後呢太陽黑子的樹木 跟太陽表面的活動的劇烈程度有關 太陽活動越劇烈 太陽黑子的樹木越多 太陽黑子的樹木越多 上一次的極大騎是2012年 這就是為什麼有人會說2012年叫做 世界末日 因為這個太陽黑子樹木多 表示太陽活動比較劇烈 就會往外噴出越多 有的沒有的 於是會有可能更多的影響 當年曾經有個說法 前半段是對的 後半段太誇張 他說太陽黑子樹木多 太陽活動劇烈 太陽風很強 會噴出很多 有的沒有東西 其實是對的 後面就是說 這麼多的高速帶電力子 衝到地球上 會癱瘓所有的電器設備 發電廠也掛了 手機也掛了 電冰箱電視機 反而是用電的 全部通通都掛掉了 就把我們打回蠻荒 通通通時代 這樣就有點太誇張了 因為並沒有理由顯示 它的太陽風暴 會比過去強到什麼 一百倍啊 兩百倍那麼強 沒有啊 如果一個太陽黑子的極大旗 就會世界末日的話 他們每十一年 就世界末日一次了 OK 好所以 這個就是 好 十一年為週期變化 幾下 太陽黑子 活動樹木與太陽表面的活動有關 活動越激烈 就越多 然後這裡一個圖片 還有一個影片 就是這個黑黑的 黑黑的 黑黑的 這個小明明 這個黑子的影片 這個黑子的影片 沒有什麼內容 就是黑黑跑來跑去 那給各位看幹嘛 是要告訴你 由此可知 太陽會自轉 由此可知 太陽會自轉 要來動 這太陽會自轉 因為太陽是氣體 它不是固體 所以它南北極跟 吃到動的快慢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所以給各位看 是告訴你說 證明太陽會 自轉 太陽會自轉 OK 好 八大行星跟其他 第二講太陽系 太陽系 我們現在是星雲學說 有一些星雲 彼此碰撞旋轉 啪啦啪啦 然後構成圍形星 巨星 西部碰撞 越來越大 然後構成一個系統 叫做我們的太陽系 來 從這上面 有一個超星星爆炸 然後震波傳過來 壓縮這個星雲 中間在收縮聚集 變太陽同樣在旋轉 這個旋轉的渣災 不斷地吸附 不斷地吸附 然後這邊一顆一顆的行星 所以中間就形成太陽 旁邊呢 旁邊呢就形成我們的行星系統 這是一個一次這樣說 或者 這樣子說 有一個超星星爆炸 震波傳遞 然後呢 壓縮星雲 中間呢 濃縮 收縮聚集 然後變成原始的太陽 然後呢 旁邊的渣渣呢 有它的旋轉西部 就變成微行星 微行星再繼續變大 變成 一顆一顆的行星 就是 跟各位 說明現在的行星 學說裡面 解釋我們太陽系形成的原因 然後這個影片 跟剛才的其實差不多 講同樣類似的事情 那麼從 46億年前一直到現在 有一個渣渣 一個雲氣 然後呢 中間會有收縮聚集 然後就變成我們的太陽痕心 然後旁邊有一些渣渣 你在那邊吸附聚集 然後變成微行星 然後繼續吸附 繼續聚集 就一顆一顆 大大小小的行星就出來了 喔 可愛的太陽 然後旁邊的渣渣 然後旁邊的渣渣 也會在吸附聚集 哇 變大了 一千萬 兩千萬 三千萬 還有一些渣渣 好 渣渣會不斷的吸附 收縮聚集 然後就 變成一顆一顆的行星 好 這就是跟各位解釋 整個太陽系的行程過程 跟各位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OK